决赛在身穿黄色球衣的山东队和身穿蓝色球衣的江苏队之间进行 两队刚刚交手过一次 当时山东女排3比1战胜江苏 本场比赛山东队准备充分 对对手所有的进攻线路进行了部署 山东队一上来就占据优势 25比19先下一局 江苏主帅沈富林曾经说过 上次交手时 江苏队输球的主要原因是 姑娘们心理防线被打垮 而本场比赛江苏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 反而被激发出了顽强的斗志 第二局江苏队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领先于对手 第三局江苏更是在开局2比9落后的情况下 上演了连续追分的好戏 并一度18比17将比分反超 虽然最终江苏队还是以两个20比25的相同比分再输两局 0比3输掉决赛 但无论是获得亚军的江苏队还是夺冠的山东队 队员们都通过本次比赛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应该队员应该讲从整个比赛下来他的技术在不断提高 但他的思想要通过不断这种反复的磨练才能成熟 我感觉我们队员还不够成熟 应该讲通过这个比赛队员把平时训练的东西 基本上能够在场上能够运用出来这是比较好的 那么也同时看到我们还存在一些不够的地方 需要再进一步的加强 一个是思想上 一个是技术上 这场比赛我们对江苏队的所有的攻守 所有的投球线路都做出了相应的部署 也就是说他很少能打到地面上来 所以说我们对对手非常的熟悉 才能造成我们现在能取胜的这个要点 就是敢打敢拼吧 女排精神拿了出来 然后我们整体都非常的团结 就是团在一起盈了这种胜利 因为我是一个年龄比较小的 对我也是一种锻炼吧 在这种大赛上 可能会对我来说增加一些经验吧 在以后的比赛中